報導這個我們就要來關注的就是 台灣跟帛琉的這個旅遊泡泡重啟開放 那麼有些人就會有點擔心了 這些旅客在回國之後的一些檢疫 好像不夠嚴謹 因為採的是5加9的檢疫方式 就有人認為說 應該要比照其他的國家來辦理 要隔離14天 因為就怕說重演過去3加11的感染破口 指揮中心就表示說 是全程包機的這個安全防線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同時他們也強調 過去的3加11事件 沒有影響到社區 機組人員跟家人與諾富特員工 這是一起群聚事件 而不是社會破口 這個大概就是在防疫在帛琉 主要是要看看這個帛琉去的地方 他的一個風險情況 才來擬定相對應的一個 防疫的一個策略 那帛琉現在全員已施打疫苗 那加上他們這裡本土是零確診 那我們使用的是全程是一樣的包機 並沒有跟其他的 跟那個國際的人混搭 所以整體來講 他是一個安全的航線 那這裡面 我們為了以防萬一最主要是 其實比較多的也是說互相保持一個安全 所以我們有相關PCR的一個檢驗在出發前 那回來時候就立於觀察 所以5天的加強的一個加強版的自主管理 再加上回來的一個 一個深厚唾液加上 自主健康管理 加強自主健康管理完畢的PCR 其實應該算是很完整 應該算是很完整 那第二個 對 我才知道在剛好問起 這沒有所謂的3加11的破口 3加11這樣的政策裡面並沒有影響到社區 那當然有一些基礎員跟家人 還有諾富特裡面的一個員工 所以不算他是在裡面一個 一個事件 像是一個群聚的事件 並不算是一個社會的破口 我要再澄清一下 好 剛剛指揮官陳時中就有澄清說 我要再澄清一下 3加11並非破口 只是一個群聚事件 好 很多人聽到了就有點傻眼了 因為呢 他們會覺得說 這不是破口 什麼才是破口呢 紛紛到PTT上面去留言 甚至呢 也問問大家的意見 好 我們來看看了 就有這個網友們炮轟囉 好 我們看到 最上面就有人說 難怪不用負責 甚至也有人說 萬華人表示好 點點點 然後呢 第三個看到是 萬華有任意門啦 另外又有人說我先虛 好 還有呢 這位是說死了700多人 沒有影響到社區很誇張 然後另外呢 也有人說啊 都是任意門害的啦 這個完全沒有破口的問題啦 當然他是反諷 然後我還看到了 就是台北市你就吞了吧 好 他叫台北市自己吞 所以的確有這個網友們 對於這個指揮官陳時中說 3加11不是破口 只是一個群聚事件 反而呢 是不以為然 甚至呢 還在網路上 紛紛發文留言炮轟 那我們就來看到了 根據統計 新冠疫苗開打之間 已經有598例死亡通報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祥就表示說 我們看到目前有400多件 正在送審當中 目前沒有一件結案 那麼解剖完會給予給付 好 我們就要來看到了 說到給予給付呢 很多診所就會開始做一些快打的動作 那麼到場呢 民眾排隊嘛 就要注射 現場的醫事行政人員的費用 左方呢 這個是要求要付獻 而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就說了 會撥一些處置費用 跟人事的獎勵費用 但現在被爆料說這診所從5月到現在 都還沒有拿到錢 單算台中的診所就被積欠破議員了 而雖然陳時中指揮官在記者會上說 8月16會開始陸續撥款 但這段期間很多人都是用帶電的 好 帶電的費用很驚人 甚至還有醫生因為沒有錢帶電了 只好去借現代 帶電的金額一般是像我們去快打戰 平均如果說是有開兩線以上的人力的話 那帶電一次都大概2萬多到3萬中間 就是當天就是要給付給工作人員的 因為這個是需要一個大量的人力 而且必須就是要剛好就是 那天能夠排得出時間 能夠來支援的人力 所以那個人力並不是說固定 那個就是說那個幾點到幾點 固定禮拜到禮拜幾 他不是的 他就是臨時一個集結 或者發出徵求令 或者到處募集人才 所以那個類似就是一個臨時的一個工作 臨時的工作如果說 累積一個月再去撥付那個費用 其實來參加的人意願就比較沒有那麼高 這一點真的是蠻感謝媒體朋友的 因為長期醫師不會被認為是一個經濟的弱勢 還需要媒體來這邊幫忙發聲 或者是 但是真的是很感動 就是在記者會上居然 就媒體朋友可以連續的對著指揮官這樣子 要把那個時間給他問出來 真的是 現在才發現說醫生也算是弱勢族群 需要你們來幫忙那個提問 或者幫忙發聲 不然長期這個如果是真的一直被擱置的話 真的有一些診所是真的會周轉不良 有一些醫生都在討論 哪一家銀行的那個信貸的利率比較低 比較好辦這樣子 本來看的是覺得是笑話一折 可是看他們越討論 他們越來越認真的真的是在討論 不是說自己在那裡那個幽默或者自我調侃 是真的有人在認真的去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就是說 當然那個 以往的狀況是 醫生是不至於那個落到這樣子的地步 但是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或者是真的有人去承包了快打戰 但是他快打戰的 他的那一種薪資的給法是這個狀況的 所以真的就是必須要去周轉 周轉才能夠負得出那個快打戰的薪水